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十一 我们的成都和重庆的五天四晚的自由行行程的视频已经更完了 我们这次在成都和重庆玩得很开心 平时我们生活的地方基本都在东部 所以去之前对西南这个地方觉得也是挺好奇 然后去了之后觉得哇 有点超乎我们的预料 我们去的时候是12月初的时候早上 买的是早上的飞机 大概十点钟左右就到了成都 这次元旦我们去了长沙 仍然是赶早班机然后到那吃中饭 这样我觉得行程规划是蛮不错的 不会耽误任何事 吃完午饭在成都已经是中午了 所以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就安排的比较放松 就是金沙遗址博物馆和金利古镇 那金沙遗址博物馆呢 是坐落在一个大公园里的博物馆 这个在之前确实没有看过 金沙遗址博物馆的文物呢 我觉得有点断层 就是说它里面有很多的贝壳啊 树木啊还有各种时期人类生活的遗迹的遗址 这个数量非常的庞大 然后呢重量级的文物它也有 它有的就是非常的重量级 依旧是太阳神鸟饰品 最后这个最后变成了中国文化遗产的这个标志 还有一个就是跟三星堆非常类似的那个金面具 那金沙遗址博物馆呢 大概整个行程大概就需要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吧 需要的时间不是太多 但是里面很安静 我们去的时候还有很多阿姨在那拍照片 确实是很漂亮 金沙遗址博物馆出去之后 我们还回酒店休息了一会儿 晚上就去了锦里古镇 我们逛了很多古镇哈 我觉得金里古镇还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这种郁葱葱的树林之中 小桥流水之间的一个古镇 里面还都是卖东西的 这个避免不了 现在所有几乎所有的步行街古镇 都是这样的模式 但是我觉得是值得一去的 晚上的灯真的很漂亮 东西的话呢 我觉得也不是很贵哦 还是不错的 第二天呢 就是全天的形成了 就是大熊猫繁育基地 五猴祠 杜甫草堂和宽窄巷子 那大熊猫繁育基地呢 确实如果你只是想看熊猫的话 我觉得还是动物园比较方便 但是基地是在山上远离城市 环境是真的不错 还是就像我视频里说的那样 大熊猫繁育基地的话 如果你从西门进南门出 可能体验会更好一点吧 如果你对网红熊猫没有特别想看的话 我觉得大熊猫都挺可爱的 对 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吧 基地就是要一定要找进去 才能看得到更多的熊猫 因为你要顺利熊猫的作息时间 其实五猴祠和杜甫草堂 对于我来说 更多的就是对于园林的观赏 我觉得成都的园林设计 跟江南的园林设计 真的很不一样 感受很不一样 成都的更倾向于 它的植物是肆意生长的 就是人工干预的植物非常的少 但是它就是在保证不干扰到行人和车辆的情况下 植物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在生长的 就是显得很杂乱 但是整体看起来又很整齐很漂亮 就感觉特别不一样 是有了自然的野性的 宽窄巷子 宽窄巷子我是真的不太推荐 如果你见过胡同路的话 那对你来说 其实它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 而且里边卖东西太贵了 我 我要说 里边的物价买了 那个冰粉卖十九 外面卖十块 没吃因为它卖十九 晚上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可以溜达去看看 没有问题 就是不要对它抱有任何的期望 这话有点过了 不捡进去了 在成都的三天 第三天就去了广汉的三星堆 三星堆的话 推荐一定要去 但是它的问题也非常大 我说话怎么这么直 但是它的问题也非常的显而易见 就是新管可能开张没多久 在管理上还有很多的问题 我觉得 就这个导游的问题 我实在是 你走十几米的路 大概有三个人会问你 需不需要讲解 需不需要导游 我就非常影响体验 还有一点就是旅游团真的非常大 无央无央一群人 大概有二三十个 甚至更多 围在一个掌管前 那你就不能进去看了 非常的急 我们去的时候 可能是个周末就 可能也因为我们去的时候 是个周末吧 那你要是去的话 尽量把它的行程 定在工作日可能会好一点 但这确实是一个必去的地方 成都这座城市呢 确实是我们去过国内 这一年去过国内 十来个城市里边的 生活节奏最慢的一个 它独一无二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 就是在商户之前 还有很多的座椅 这在别的城市 几乎没有遇见过 这个节奏我很喜欢 气候的话呢 就是12月初的时候 已经很冷了 北方已经入冬了 在北京就是羽绒服 到那边的话 就是穿毛衣啊 穿大衣啊 穿马甲什么的 我很舒服 很舒适 还有突出的一点 就是非常的湿润 我在北京 额头的皮肤会干得起皮的 然后在那边 大概有两天吧 就完全下去了 我没有任何的补水 而就皮肤变得特别通透 成都的人也是 皮肤都特别好 很适合生活 我觉得成都这座城市 确实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成都的交通 室内的这些景点 坐地铁 我觉得应该是够了吧 但我没有坐 都是打车 因为第二天的行程安排 实在是有点紧张 打车的话也很方便 几十块钱 没有说相距很远的情况 所以说 室内的话 就是 打车加地铁 完全够用的 不用担心 如果去远一点的话 成都景区直通车也很方便 但是我看到有些人说 有对直通车有差评的情况 比如说态度不好 堵车什么的 这个大家要有预见 但是我的体验还是不错的 真的很方便 我觉得它好像比 就是比我们去过任何的一座城市 交通都很方便 对于旅游者来说 另外成都的慢生活也体现在交通上 在成都的三天没有见过一辆车 随便加三变道 都是规规矩矩的 在自己的线路上开 节奏很一致 这一点我也不太相信 我的所见肯定也是个离 追逐确实见过一次 坐得不好看 好看 肯定也有好看 有少吗 你这人能瞧 后边这车着急 就在他前头过 我看你着急 我就愿意从你前面过 你这个人 就是啊 你这车根本拐不过来 他在后边耍耍耍 总体上说这边生活节奏非常的慢 大家精神上就比较松弛 生活的就比较舒服 你觉得成都好吃吗 太辣了 成都还辣 也辣 成都不辣 反正我本来就不爱吃辣嘛 我觉得西安的辣是我的上线 但是我能吃下去 就是我品不出好坏的 本地的四川菜 怎么感觉没有外地的四川菜辣呢 反正挺好吃的 我觉得我能吃得了 我这个不辣的人都吃得 津津有味了 我觉得你们也行 我们在成都只待了三天 但是还有都江宴 还有乐山大佛都没有去 所以这么再想来 如果说再重新安排一下成都的行程的话 还得大概六七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川西有在沟 我们这次本来就没有在计划内 因为想要好好那边玩的话 也需要几天的时间的 我觉得 所以成都大概是一个 适合一个很长 一个比较长的假期去玩的一个城市 成都的第三天 从三星堆出来之后 我们就直接从广汉北坐高铁 到了重庆 重庆的也有非常非常多的景点 我觉得我重庆的景点 我就不单一地去列出来了 因为好像重庆整座城市 它都有很多的景点散落 它景点不大 你看比如说直滑梯 比如说解放被不行街 这些都是你很快就可以 游览完的一个地方 重庆之行给我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爬山 重庆是一座非常有意思的城市 对我个人来说 重庆游览景点不是最主要的 体验重庆这座城市 才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可能是全国独一无二的一个 在山上建的城市 给我最大的感受 就是找路在这里也变成了一个乐趣 你对重庆有什么影响 我对重庆的印象就是 重庆告诉你一公里 基本上算三公里 就是肯定的 但是爬山特别好 就是重庆就是整个逛街 逛街就是爬山 我觉得在重庆找路都变成了一件 非常有乐趣的事 因为你的路可能出现在天上 可能出现在地下 可能出现在人家家里的 别的停车场的电梯里 特别好玩 我也有朋友想去重庆玩 我给他的建议是 你应该细细地去品位这座城市 你不应该专程地去重庆 居住上个 待上个五六天 像其他的旅游城市一样 对 而是应该每当你路过附近的时候 都选择在重庆 滞留一两天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慢慢地去细细地品位重庆 因为重庆确确实实 你可以说它是一座城市 也可以是一个景点 重庆就是这样 我看评论说 重庆的十月份到五月份 是很好的泡温泉的季节 去之前我也没有听说 这个时间去重庆的话 可以好好去体验一下 重庆的温泉 重庆的美食 我这次 我们元旦去了长沙 我要给它排 我个人排个辣度的话 长沙菜是最辣的 然后其次是重庆的菜 是辣的 最后才是成都 成都几乎就是微麻微辣 我认为重庆是最辣的 长沙应该是其次 成都再其次 只在重庆两天 我们吃的比较少 到味道都还不错的 我想说一件额外的事 就是我们吃火锅的那天 后来结账的时候 阿姨主动跟我说 你去网上买个优惠券 最后便宜了四十多块钱 我在其他地方 被坑的四十块 重庆还给我了 你看生活就是不断的轮回 好我今天的视频的内容 就到这样就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更新 我们长沙行程的视频了 我是11 谢谢大家看我们的视频 拜拜 拜拜